各位鞋长,大家好!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道比较普通的家常菜 它是酸辣土豆丝 我这个土豆已经切好了 这个土豆丝切得蛮漂亮的 然后我搭配了这个小米椒 然后绿色的我就搭配点芹菜段 搭配了葱香油或者辣椒油,姜香油都可以 然后起锅的时候我会撒上一些白芝麻 这白芝麻我已经炒过炒香了 然后加点酱油,这个酱油,加点白醋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下白醋了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伤体寒 我们自己适当调一下就好了 好,我们来去制作这道酸辣土豆丝 好,锅里面的水已经开了 我们先把土豆丝倒下去 先把土豆丝倒下去,给它烫熟 好,火开大一点 好,这下是土豆丝烫熟了 我们给它打起来备用 把这个烫熟的土豆丝我们给它打起来备用 好,我们锅里面先加入辣椒 干的辣椒 接下来是加水 加点水 加点水 把辣椒的辣味给它炒出来 把辣椒的辣味和香味给它炒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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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住的是先加水不是加油 我炒的每一道菜几乎都是先下水 最后几锅时下香油 好,我们把土豆丝也加下去 好,我们翻炒一下 好,这下子已经炒出香味出来了 有土豆丝的香味了 好,我们加入酱油 好,我们把芹菜也一起加下去 好,我们把芹菜也一起加下去 因为在酱油里面本身就是咸的啦 所以说我们下羊巴的时候 下一点点就好了 下一点点羊巴就好了 好了 好了,这个时候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已经熟了,差不多了 我们下入香油 非常香,非常漂亮 好,起锅的时候加一点点白醋就好了 哎,很好 好,白醋最后下 好,起锅非常漂亮 好,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炒的酸辣土豆丝 我们这会儿往土豆丝上面撒点白芝麻 哎,这下子非常有满足感的更漂亮更有实意的 很好,非常漂亮的一道 酸辣土豆丝我们就做完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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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